2019年8月1号晚上是一点半左右 那好多天前我就说 好多前面有一段录像 大概一两个月前吧 我就说我这个电话线 电话的充电线被人 电话的电源线被人偷走过一节 所以自从那以后 全都是被人偷走以后 就没有就一直是那种情况 一直是少一节电源线 开始我还以为 这地方是电源线 是那个充电的 给这个充电 你买这个灯的时候 20块钱有一节充电线了 看看是这条或者怎么样的 反正有一节电话线 充电线被人偷走了 这是一节电话 你看还有那边一个电话 我包里面还有一个电话 那边电话反正是少了 至少一根电话线 电话的电源线 至少一根 其他线都是另外的 白线啊什么都是另外的 这是 你看三部电话 没有这个电 这个是最新买的 电源 电话的电源线 这是其中一个的 要么是 这是其中两个 两个LG的 LG T-Mobile的 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一节是白色的 在那里 也是T-Mobile的电源线 这也是T-Mobile的电源线 但是就少了 少了一 至少一根电源线 少了至少一根 电话机的电源线 被人偷走至少一根 2018年 2018年的这个 8月1号晚上 8月2号凌晨了 哦 它是东部时间 8月2号 8月1号晚上 还没有过午夜 12点35分 录像时间到现在是 2分19秒 记者 并 破诊